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下午,澳洲職業聯賽精彩不停 到時西式尼流浪者將作客西尼FC M直播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西式尼流浪者開局狀態更加 此行面對今季主場未開齋的西尼FC 西式尼流浪者勢奪三分 票罰是西尼FC今季戰至目前的標籤 球隊五場聯賽戰敗僅僅交出兩勝一和兩負的平庸戰績 為到底,球隊攻防難踏平衡是最主要的問題 雖實在羅伯馬克的帶領下 西尼FC困牆2.2個入球的攻擊火力在聯賽方面排名前列 但球隊居高不下的失球數五輪有11球 證明其防守同樣亦在澳洲職業的倒數 如何提升防守方面的專注程度 變成為了西尼FC之下的任務 更為不利的是,西尼FC目前尚未取得聯賽主場首勝 自前兩將不過是一和一虎 且每場都失聚少兩球 西尼FC今將主場空多吉小 陣容方面,中場保羅里達備佛庭賽 後衛阿力斯韋堅信恩相缺席 西尼流浪者上輪不敵中按水手吞下了今季聯賽首敗 由此可見球隊開局整體表現遠勝利FC 雖則他們未有勝利FC這般強的攻擊火力 但S.赫爾匹斯都有兩球斬禍是對球隊主力的得分手 更為重要的是,西尼流浪者在頭四輪聯賽中後防表現亮眼 只有一個失球取得三場零封,更明顯是 西尼FC所謂法比美的 另外,西尼流浪者今季從未試過在上半場失球 頭五輪甚至有三場能夠在上半場取得1比0的領先 一旦西尼流浪者今季能夠在上半場取得到領先 這樣球隊最後的勝率將會大大增加 此行挑戰適離FC,當然值得體高一線 陣容方面,校衛拉斯威廉士因雙免疫 多謝秋天,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好球不等人,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訂閱我,叫做小球比,教練 啦,讚!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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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